撐起南韓經濟的國民美食 泡菜新奇 居然可能從南韓餐桌上消失 來吃飯 我沒有 吃飯是很甜的 沒有味道 南韓最新民調訪問3100多個 南韓家庭 發現不吃泡菜的比例 從2020年的三成 短短一年近上升超過四成 尤其南韓下一代不吃泡菜 還在暴增中 泡菜是這種味道嗎 媽媽 泡菜是一種不太甜 哇 這麼甜蜜 南韓教育頻道 盼小孩多吃泡菜 而會對泡菜進而遠之 除了不喜歡泡菜氣味高鹽 主要原因是不能吃辣 而受訪家庭中 也只有兩成多會手工醃製 多數都是買現成來吃 隨著飲食習慣改變 在南韓餐桌 逐漸被邊緣化了泡菜 去年出口飆破92國 銷量達到4.4萬公噸 創下歷史新高 其中又以日本占大宗 在海外大受歡迎 但如何重新抓住南韓國人的胃 還有待觀察 材力新聞 言辛宜報導